莲花物此时正值盛夏,魏无羡作为自小于莲花物长大的,虽说中间差了那么几年,但是也没啥大关系,在水那就玩得一个不亦乐乎,他不仅自己要玩,还带着江是其他信入门弟子。 江城无奈地看着那水里的人,走过去,不须他开口,其他弟子编麻溜的都从水里出来去训练,笑话,他们可不想被罚扎马步,这大热天的。 独留魏无羡一人在水里,魏无羡此时七岁,一双桃花眼弯弯,即便此时还没展开,叫人看了也知道长大后一定是个祸害。 魏无羡,你的剑法练了,功课做完了,江城端得一副严肃的样子,魏无羡抿了民嘴,样子颇为委屈,阿诚,叫师傅,江城无情打断,师傅,这天太热了,我受不住嘛,你就大发慈悲饶我这一回吧。 魏无羡软糯糯道,本来就长得好看,又惯会撒娇,江城顿时就又软了心,我可以不罚你。 但是今天的训练依旧得照做。江城虽宠魏无羡,但也是有底线的,魏无羡这一世可没之前的好天赋,不训练,以后遇到危险,自己又不是能时时刻刻出现在他身边的,总归要有个保命的本事。好吧,见江城那副样子,魏无羡便知道没有商量了,只得乖乖认命。等江城不注意,便把江城也拉下了水。 随后便又有很大一声魏无羡其他听到的弟子耸了耸肩,表示司空见惯。 夜晚,魏无羡坐在江城腿上,陪着江城看宗物,可到底是孩子的身躯。 即便灵魂是个快三十多岁的,也抗不住睡意。江城察觉到怀中人没了动静,小心翼翼地把人抱到床上,生怕把人吵醒了,帮魏无羡盖好被子,便又去处理宗物了。 第二天,江城一睁眼便被魏无羡吓了一跳。魏无羡,你又干嘛? 师父,你昨晚是不是又到很晚才睡的?魏无羡言肃道,看着魏无羡那一副正经样,忍不住笑了笑,还不是因为宗物太多,不若你帮帮我。 好啊,反正平日的课业我也可以不用去,毕竟我都知道了,我虽然可能做得不好,但是总是能帮到你一些的。 魏无羡认真的说道。说这话,江城是开开玩笑,却不想魏无羡这样坐不住的人,竟一口答应了。 江城瞬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,他这人向来不会说什么漂亮话。 魏无羡则是觉得江城太可爱了,随即又亲上了江城的脸。 毫不意外,我们魏哥又被无情拎下来,丢一边了。 哭唧唧,阿诚只能看不能吃,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,三三你个坑货。 远在孟婆庄的三三,打了个喷嚏,顺带看着镜中的魏无羡冷笑,哼,活该。 你说这魏无羡吧,虽然现在是一个娃娃身体,可是去聊播姑娘却还是有一手的。 这次魏无羡则则是把一个卖琵琶的小姐姐逗得直笑,顺带得了些琵琶。 回到莲花屋,江城正在练剑,看到魏无羡便停了下来。 魏无羡立马跑过去,笑道,阿诚,你尝尝,这新鲜的琵琶可甜了。 说完便包了一个琵琶,递到了江城嘴边。 江城吃完,确实挺甜的,看了看魏无羡那张笑得灿烂的脸,道,怎么? 又去调戏姑娘了,魏远道。 刚开始,魏无羡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还没反应过来,随后便跳到江城身上,抱着江城笑道, 我可不叫什么魏远道,我叫魏善回。 江城开始没反应过来,等反应过来的时候,脸上已经是烧红的一片,又把魏无羡拎到了地上,走了。 看着江城那害羞的样子,魏无羡又笑得很开心,师妹真好看啊。 果然,我的阿城不论曾经还是现在,永远都是最好的。 莲花物的莲花开得比去年好了。 所幸,江宗主中是有人陪他看这一年比一年开得好的莲花了。 却说这一天,魏无羡陪江城看宗物忽然问道, 阿城,这些年,蓝忘记跟那个墨玄宇怎么样了? 江城听后看了看魏无羡,半赏才答道, 怎么,担心你的老乡好? 小小的魏无羡被这一句老乡好弄得哭笑不得,什么老乡好? 我老乡好可不就是你吗? 不知羞耻。 江城只觉得这魏无羡脸皮可是越来越厚了。 在阿城这里还有什么羞耻,我脸都可以不要。 魏无羡一脸的理所当然。 听说那墨玄宇死了,至于蓝忘记依旧缝乱必处, 似乎也有在帮他哥哥。 江城知道魏无羡脸皮后,也就不再跟他扯,而是回到他的问题。 魏无羡听了,倒不怎么意外,直到。 果然,当初三三就说他本来想取回我那魂魄的, 可是取出来后,那墨玄宇便死了,到底是尽数? 孤苏,蓝忘记自从墨玄宇消失,便不怎么出门, 可到底也没像之前魏无羡死时那般疯魔。 直至一月后,蓝忘记便又开始了缝乱必出, 蓝西辰则有些头疼,自观音妙后, 他便想一直闭关,可这蓝事到底要他撑着, 再不愿,再没精力,也要逼自己,逼自己努力撑下去。 对于蓝忘记,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 只希望蓝忘记不要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。 他是真的累了,傍晚,蓝忘记便回来了, 回了自己的近视,拿了一碟厚厚的东西, 便去了蓝西辰的寒室。 来到门口,敲了敲门没有回应, 又敲了敲,才见蓝西辰出来。 蓝西辰见识蓝忘记便道, 忘记,可是有事。 蓝忘记把自己手上厚厚的一碟东西递到蓝西辰面前, 兄长,这是忘记尽些年饭的家规。 原来那一月,蓝忘记是抄家规去了。 蓝西辰看着那一叠叠的没有上千有上万遍的家规, 不知该说些什么,你这是。 兄长,蓝忘记依旧那平静无波的脸, 这些年,是忘记任性了,有些是该放下了。 你能想清楚便好。 蓝西辰原本满脸的眷色也松了些。 兄长,忘记还有一事想问, 何事? 兄长,可否让忘记帮你处理宗物? 蓝忘记问道, 听到这蓝西辰明显是愣了一下,随后笑了笑, 也算是观音庙之后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了, 忘记若想,自然是可以的。 蓝西辰心里的担子也算是卸下了些, 忘记,长大了呀。 可第二天,蓝西辰便绝头疼, 因为蓝忘记又去领罚, 把这些年饭的家规全罚了一遍, 不休养的三四月是好不了了。 索性蓝忘记身体好, 三月便好全了, 帮着蓝西辰处理宗物, 逢乱必出。 蓝忘记本来是想回姑苏, 却在彩义镇见了江城和魏无县。 魏无县此时八九岁, 孩子模样。 蓝忘记见了江城便行礼, 江宗主。 嗯,蓝二公子这是回姑苏。 江城见人礼貌, 便也以礼相待。 嗯。 画完, 看了看魏无县, 蓝忘记那眼睛澄澈透明, 少了那些鲜血淋漓的爱恨情仇。 江城注意到, 侧了侧身, 挡住。 蓝忘记见此举动, 微勾了唇, 那笑容极浅, 你们要好好的, 我便先告辞了。 看着远去的蓝忘记, 魏无县有那么一瞬间, 像是见到了刚开始认识的蓝战, 可却又有些不同。 江城则是摇了摇头, 便拉着魏无县走了。 有匪君子, 则是明珠, 井行寒光, 逢乱必出。 寒光君, 本该如此。 这周末就像会有写真、 他是 üzer。 oker。